甘地,一个一言难尽的印度领袖,作为印度国父,其倡导的博爱精神依然语音绕梁,他最大的政治遗产非暴力不合作精神依然意义生辉,但是你不深入了解甘地,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操担在何处,也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坑爹。 作为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南亚次大陆上也曾孕育过极其辉煌的文明,但雅利安人和中亚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印度文明也被不断叠压成袖涩可参的千层柄,由于不同文明的疯狂注入,导致了如今印度文明的纷繁杂乱,一言难尽,毕竟你说他文明远远流长,但千百年来人种早已不是一路人。 你说他文明没有继承性,雅利安人创造的种姓制度至今自然拴着广大印度人,甘地就是在这片弥漫着咖喱味的土地上降生的。 作为种姓制度最高级别的普罗门种姓,甘地所在的贵族长期拥有着其他种姓望尘莫及的财富与地位,这使得甘地有机会前往宗主国英国度金深造。 贺富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只要参加科举就有机会成为士绅阶层一员一样,普罗门种姓的先天优势,以及到英国度金的后天努力,让甘地自然而然地成为印度土著精英的一份子。 话说1857年,声势浩大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被镇压后,印度人民在土著精英提拉克的领导下,依然走上了继续去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道路上,低沉的抗英斗争再度高涨。 面对暗流涌动的危险局面,英国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心使出力势不爽的杀手锏,用祖传脚趾棍将印度脚的地幅填翻。 于是英国积极奔走联络土著精英,并在1885年成立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 古今中外的很多势力证明,很多暴力革命之所以爆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底层上升的通道被封死,因属印度似乎也不例外。 所以当英国默许国大党的成立并基于不同的待遇时,印度土著精英很快被分化瓦解了,于是一场潜在的印度暴力反抗演其息骨。 国大党作为土著精英的斗争舞台,也成为印度人民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缓冲电。 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印度土著精英最终成为英国殖民者的模范抗议者。 国大党如中国男族一样的堕落德行,深深伤害了提拉克,最终提拉克与国大党分岛扬镳,并提出了最坚决的斗争目标,将英国佬彻底赶出南亚次大陆。 提拉克的雄级并不是一时兴起,因为他深知只有团结所有被英国殖民者压迫的族群,印度的独立才可能成功。 再加上两次布尔战争将英国推向了盛起而衰的不归路,提拉克最终看到了印度效仿南非的希望。 虽然鼓励印度本土企业发展,鼓励农民抗议等行动根本撼动不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但却推动了国大党在分化中逐渐萌生了革命性。 眼见革命形势又一次风起云涌,英国殖民者再度怂恿国大党灭户。 国大党领袖纳奥罗哲提出自治诉求,巧妙地平衡了改良派和激进派的矛盾。 英国在印度地殖民危机的统治也再度平安过关。 英国种种分化瓦解的手段,令提拉克最终在1920年含恨而逝。 而作为甘地的精神导师,提拉克的绝望却奇葩地让甘地看到了和平抗争的希望。 这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实践基础。 1891年取得律师资格回国后,甘地在印度遭受了英国殖民者的无情羞辱,后选择逃离印度到南非立谋出路。 南非的布尔人为了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压迫,改变二等公民地位,更为了保卫金矿。 布尔人与英国两次血战,最终迫使元气大胜的英国最终妥协,同意南非自治。 布尔人的成功,深深鼓舞了甘地,毕竟印度人在南非也同样是二等公民,有此甚至因买了一等公民票还被人连人带行李扔下火车。 所以为了广担南非印度人的印度地位,甘地在布尔战争中毅然加入了英军台单架,企图以卖力地讨好,换取英国殖民者的同情,并基于印度人更高的社会地位。 然后,英国殖民者确实感动得一塌糊涂,但最终将甘地的足球望得一干二净。 甘地很生气,后果却不严重,因为还有更多的立功机会等着她。 在布尔人喜提自治权后,南非的土著足路人开始反抗英国殖民者和布尔人,于是甘地再度整装待发,组织单架队为英国殖民者安全马后。 事实证明,英国虽然绅士,但都是对强者的。 对甘地这种圣感着捧臭脚的,英国一向很严厉,甘地在南非没有为同胞争取到更多地位,反而留下了一堆笑柄。 1915年,甘地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回到印度,然后他首次提出的非暴力口号,用于印度的抗英斗争实践。 当时是一战期间,英国无暇东顾,向甘地领导的两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行了妥协,这极大的提升了甘地的社会地位以及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所谓正统性。 一战期间,为了英国一句打赢一战就给印度自由的承诺,超过120万人的印度人奔赴海外帮助英军作战,几中伤亡高达10万多人。 但英国在感动之余,又一次选择了忘记承诺,毕竟作为日布洛帝国的模范殖民地,英国岂能轻易放弃印度的既得利益。 所以,不值钱的承诺张口就来,忍痛割爱的操作从不安排。 印度人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们纷纷走上门,一边游行,一边问候着英国统治者的祖宗十八代。 然后,英国殖民者决心让印度人见识下帝国主义的毒打,于是不由分说的架起机枪,最后共造成超过1500人伤亡。 这就是震惊印度的阿姆利泽惨案。 此事发生后,印度人民很愤怒,国大党很矛盾。 作为英国殖民者的买办行政党,国大党本质上是英国殖民下的既得利益者。 说好听点,类似于古代中央王朝的师身阶层,所以他们不可能把枪口对准一时父母般的统治阶级。 但问题是,印度人民伤亡惨重,国大党又是印度人的政党,不和英国殖民者麻不停蹄地干起来,其结果必然是人必拓之。 将来没有了忽悠印度人民的价值,被英国殖民者一脚踹开也是一了中事。 所以为了生存,更为了地位,国大党必须有所作为,但问题是指望这些买办们操弃武器,揭竿而起,那是真正的痴人说梦。 在这样的矛盾下,甘迪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正式成型,并逐渐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 非暴力不合作最优秀的地方在于,它让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感觉找到了知音。 尤其是印度人民感觉国大党终于雄起,英国殖民统治完蛋只是时间问题,而英国则没有伤到一根毫毛,甚至还胖了好几斤。 1920年,甘迪被任命为国大党全国运动的代表,负责领导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应该说,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出现,拯救了几乎南下的国大党,让国大党得以继续两头通吃,跪在地上对英国殖民者喊打喊杀。 但非暴力不合作也再度加速了国大党的撕裂,比如尼赫鲁就主张印度要自治,钱德拉鲍斯则直接要求暴力革命,甚至在二战时期勾结日本反攻印度。 但甘迪无疑牢牢占据着国大党的核心地位,因为作为对手的英国始终在不断助攻。 是的,强取豪夺了几百年,英国曾未见过非暴力不合作这样的奇葩反抗模式,当见识到了甘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骚操作后,英国依然决然地接受了甘迪的挑战。 随后几十年,甘迪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爱不释手的英国紧密合作,一步步将甘迪推到了神明的位置。 具体来说就是不断妥协,偶尔强硬。 比如每当甘迪叫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给刚刚认完身的印度民众泼下一盆冷水时,英国殖民者总是能突然出现并逮捕他。 然后,刚才还在愤怒和不解的印度民众立刻就明白了,甘迪为了印度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又一次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了。 所以甘迪每绝食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升华一次,每吃一顿饶饭,甘迪的形象就高达一分,比阿甘正传中的阿甘还能蜕变。 1939年二战爆发后,甘迪再度看到了印度自立门户的希望,于是甘迪发动要求撤离印度的运动,并再度遭到残酷镇压。 然后,虽然深知英国言而无信的德行,但甘迪依然对英国抱有美好的憧憬,所以他再度遭遇了英国的无情耍弄。 不过,甘迪却在这一次的捉弄中看到了希望,除了钱德拉鲍斯失败的武装反攻,唤现了印度人民的斗志。 更重要的是,二战彻底将英国打回了原形,而美苏作为并驾驱的超级大国,为防止殖民帝国的死灰复燃,积极推动第三世界民族独立。 印度终于看到了自立门户的曙光。 1947年,在经过一年多的扯皮后,英国蒙巴顿方案横空出示,英属印度最终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 虽然最终印度成功独立,但却根本不是甘迪的本意。 更尴尬的是,印度独立从来不是因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是英国综合国力的盛起而衰以及美苏的落井下石。 对于英国殖民者而言,甘迪是最好的合作者。 她拿温和的反抗方式,让英国体会到了按摩的快感。 她拿退出英属印度政府拒绝英国产品,甚至提倡男更女之自然经济的口号,便立了英国殖民者的强取豪夺。 可以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非但没有加速英国殖民统治的衰落,反而成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帮凶。 所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可能带领印度走向真正的独立,但却给今天的印度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祸根。 毛主席早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破,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攻减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很明显,甘地不懂,即使懂了也不敢推行,毕竟自我革命需要太大勇气,而甘地明显没有。 所以泰格尔吹捧给甘地的圣雄称号,并不是一个多么高大上的词汇,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吹捧,恰恰说明了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弱不禁风。 我认为,甘地不是印度的偶像,却更像是印度的灾难,因为他没有解决印度社会的现实问题,却把一切困难都留给了下一代。 所以,只要印度一天将甘地分为领袖,那么印度的真正崛起就一天无从谈起。 趁心,这些人们在对同样的表幕上有没有硬幅的领袖,所以我們要用这些刻意 这样和用的实在感受.